一百万规模太小了 正好 你们通信技术研究所的任务 不仅仅只是研发新的通讯技术 同时还要负责研发新的通信设备 也确实需要一个电气元件厂 这样吧 你回去之后 和所有的同志商量一下 根据你们的需求 拿出一个完整的建厂方案 到时候 我会将你们的这个电气元件厂 和司机部批准的 那个集成电路接近车间 一起列入明年的建设计划当中 小陈同志 咱们一下子上马这么多任务 会不会有些太急了 再就是 这些项目每一个投资 都在几百上千万 这么花钱的话 咱们就算是有金山银山 也经不起折腾了 要不咱们省着点 不能省 嗯 这要是省下来了 那可麻烦了 李主任 你和同志们 说说我们总部账上有多少钱 截止10月22日 总部账上还有资金 6.865543亿元 不过这不是全部 印刷厂和电子扒厂 造纸厂 电视机厂等单位 还有部分收益 没有上缴到总部 加上这些资金的话 结余资金应该超过了7.5亿元 哦 李主任 你们这6.8亿资金 有没有算各个二级单位账上的资金 没有 按照规定 二级单位账上的钱是项目资金 属于支出 支出是不会算在结余资金当中的 诸位想过没有 当上面的领导们 知道我们账上有这么多结余资金 而此时其他单位 却在内井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难道他们还会抢我们的资金补成 这有啥不可能的 别拿这个考验上面的那些领导 他们可经不起考验 老公注意影响 事实就是这样 你信不信 只要你把这个消息上报到京城 连一个星期都用不了 就会有人把爪子伸过来 我们不去揣测上面领导们的行为意图 也不见得 他们就一定会让我们上缴这笔钱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一旦让他们知道 我们账上有这么多钱 明年乃至于后年 大后年的科研经费 都不要指望上面给咱们了 虽说上面给的钱并不多 但文字在小那也是肉 咱可不能给他们苛口 咱科研经费的借口 你们即位来这里 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感觉如何 感觉很好 这边的工作很忙碌 也很充许 对 这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不像在京城那边 总有些无所事事 虚度光阴的感觉 而且这边人事关系很简单 大家工作的时候都很用心 不用担心帮别人耍心眼 更不用担心给人背黑锅 总之我挺喜欢这里的 那就好 我现在代表第十八研究院 正式找你们谈话 你们是否愿意 掉入第十八研究院 我愿意 我也愿意 既然你们都愿意 随后你们的编制 以及档案 将会直接掉入第十八研究院 首长 我们调到研究院之后的职务是什么 你们调入研究院之后 将会被编入战略战术研究室 战略战术研究室 咱们单位有这个部门吗 以前没有 你们调过来之后就有了 这个部门暂定争团级 由你担任负责人 王力和马少亮 同志担任副手 首长 我们这个单位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主要任务 就进行战略战术的研究 同志配合军方进行政治宣传 目前来说 最主要的就是拍一个电视节目 嗯 电视节目 娘 嫂子 腌菜呢 你家地窖已经满了 这些菜要是放在外面的话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 所以就打算给你腌了 啥时候都能吃 嗯 地窖满了 今年村里的庄稼又丰收了 不算别的 单单白菜 萝卜 芥菜 每人就能分到三百多斤 土豆就更多了 据说今年一亩山药能起四千多斤 咱村二人头每人都能分到一千两百斤 壮劳力还能多分一千八百斤 你们家连大带小七口人 单单山药蛋就分了上万斤 家里那个地窖哪能放下这么多东西 看来今年又是一个好年景啊 那可不 今年虽说雨水偏少 但是由于咱们村大部分的田地都打了鸡井上了水 再加上咱们舍得下肥料 所以粮食产量比头几年都要好得多 对了 你和小微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你们家该分的粮食 你大哥都给你们送到家里了 共有小麦两千四百斤 油麦两千八百斤 黄豆七百斤 山药蛋一万零五百斤 包米现在还没有脱力 不知道有多少 但估摸一万斤应该是有的 这下村里人不会再为田饱肚子发愁了 哪能吃得了这么多 不少人家都想着把多余的粮食 卖给村里的面粉厂了 卖了也好 也能多增加点收入 妹夫 你回来了 刚才听我娘和嫂子说 今年村里的收成不错 那可不 咱村今年所有的庄稼都获得了大丰收 母产全都创造了纪录 小麦和油麦都达到了四百斤 土豆母产突破了四千斤 还有包米和甜菜的涨势也特别好 就是这两类的母产不太好算 不错 不过不要骄傲 母产四百斤不算什么 回头我看 能不能像农科人那边搞点高产两种 让村里的母产再翻一倍 再 再翻一倍 这一亩地不得产八百斤啊 虽说听起来有点夸张 但母产八百斤也不是做不到 这是要是能成的话 咱们村的奢源知青们就都能常年吃稀粮了 这是我来处理就行了 你们就不用管了 今年村里的其他收益如何 正准备和你说呢 今年咱们除了粮食产量在创新高外 其他副业也比前几年要好 到十月中旬 咱们村单单靠养猪就收入了四百多万 猪场还有大批肉猪没有出栏 机场那边收益也不错 纯收益超过了七百万 还有砖瓦场 农机场 饲料场以及面粉厂等等 估摸着到年底的时候 村里的纯收益能达到一千六七百万元 这么多 是梁会计他们说的 就算有出入也不会差太多 梁会计算了这么多年的账 一直没有出过差错 他既然这么说应该错不了 我们几个村干部这几天也在纠结 这么大一笔钱该怎么分 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该怎么分就怎么分 怎么你们还有其他想法 主要是太多了 咱们村即便是算上年初接受的那八百多名知青 以及学校的那些老师 参与分红的人数也不超过五千五百人 平均每个人都能分到三千块钱 这要是传出去 咱们村又要上新闻了 上新闻就上新闻呗 怕啥又不是没上过 这又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 话虽这么说 但毕竟太高调了 很容易被人当成出头鸟的 咱已经是出头鸟了 你的意思是咱该怎么分就怎么分 对 不仅要分 而且还要分得大张旗鼓 嗯 分得堂堂正正 就像去年那样 那行 这几天我们好好筹备一下 和公社以及县力好好沟通一下 让他们帮村里找艺术团体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想让村里节留一些资金 用于基础建设什么的 但没必要 一方面村里的基础建设 有公社和县力兜底 再大一点工程势力也会出面 咱村里的账上 没必要留太多的钱 另一方面是不能节留 因为咱们村很快就要变成镇了 到时候公社也会出大营镇 搬到咱们村 账上钱太多 容易引来麻烦 公社 公社要搬到咱们村 不仅仅是公社所在地 要搬到咱们村 公社的领导班子 和咱们村弹幕班子 都要进行调整 咋 咋调整 公社那边具体怎么调整 我没细问 但是村集体这边 要有几名同志 进入公社这边认知 具体谁进公社 到时候看县里的安排 哇 我们真有机会进入公社 现在县里要大力发展经济 尤其是村镇经济 你们这些人 都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也有足够的经验 让你们到公社认知 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这是县里 还没有发通知 你们就先不要说出去 明白 那就是 我想和你们聊聊 咱们村扩展的是 扩展往哪里扩 从理念开始 我们单位要在村里 建不少大厂 要占用大片的土地 保守估计需要3000亩 鉴于咱们本村 不是一根重的土地 已经被占完了 再占的话 就得占用上好的耕地了 所以我建议村里 开会商讨一下 将东北方向的 东银子大队和 云树营大队 以及西南方向的 长家村大队 合并到咱们村 这都是野心 这两年这几个村子的 生产队长 没少提并入咱们村的事 单独被我们给拒绝了 早就应该并进来了 从今年开始 咱们村世纪缺人又缺地 将这几个村子并进来之后 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最重要的是 榆树营村后面 有一座小煤窑 等将它们并入村里之后 就可以组织人手 开发那座小煤窑 以后村里 就不会因为燃料发愁了 虽说榆树营后面的 那座小煤窑产的煤 品质不算高 但储量却不低 不但可以满足 村民们的日常生活需求 开采量上来了 还能对外销售 这也算是解决一大难题了 归集体所有后 免得还有人为了开采权争斗 我也是这么想的 具体的补偿价格 到时候会让人来找你们相谈 关于村子明年的发展 你现在有啥进一步 我是这样想的 报告首长 第十八研究院警卫 第一营已经集合完毕 请指示 同志们 知道今天把大家集合起来 是要干什么吗 初生 上战场 那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上战场干什么 打仗 打猴子 不 打错了 你们此次南下的任务 不仅仅是打仗 更是要打胜仗 知道为什么要打胜仗吗 道理很简单 想要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 就得打胜仗 要把那帮胆敢出猛龙威的猴子 打得不得不罢手为止 让他们听到我们的中风号声 就得吓得尿裤子 尽管战争是残酷的 有铁一样的法则 但你们是我军装备最精良 战术最先进 构架最合理的兼兵 我希望你们能达不常规 创造奇迹 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有有 好 我在这里重申一下 你们的纪律和任务 此次南下 一定要服从指挥 依应杀敌 多发挥战术和装备优势 尽量避免与敌人短兵相间 你们的任务是打胜仗 打大胜仗 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守战用我 用我必胜 守战用我 用我必胜 你们几个跟着大部队一起去京城 电视台那边 我已经联系好了 新节目就叫军事新观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聚焦时事 沙场点兵 欢迎大家收看 我国第一档军事访谈类节目 军事全观察 我是主持人马刚 介绍一下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 这位是军方战略战术研究室主任 高级军事评论员张仲谋 大家好 我是张仲谋 很高兴也很荣幸 能做客我们军事全观察 与大家共同关注时事 聚焦全球军事 张主任 现在国人最关心的 便是南疆战争 且目前第二阶段 已经打了近五个月了 很多人对于我军的战略 感觉有些迷茫和不紧 为什么我们三月份的时候 已经快打到南侯的首都了 突然就撤兵了 当初我们如果继续 向前进攻的话 会不会一劳永逸的 解决南部边境问题 请您帮我们解答一下 先说第一个问题 我军为什么在攻占亮山之后 突然撤兵 原因有三 首先 我军的战略目的 已经实现了 撤军符合当时的环境 能具体说说吗 可以 大家都知道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任何一场战争 都是有其政治目的 而不仅仅是为了占地盘 看来张忠谋天生就是 吃这碗饭的 不管是真话还是假话 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都是那样的自然 即便是假的 听起来都觉得有道理 八宝粮村全年收益 2122万 支出409万 纯收益 1713万 除预留10% 作为应急资金外 剩余的1540亿 万全部分给村里的社员执青 经村里的财务部门 核算之后 八宝粮联合村 55155名社员执青 分红4869名劳动人口 平均每人还可以得到 1583元劳动分红 具体按每人公分计算 借着这次分红大会 我向大家汇报下 云山县1979年的 经济发展情况 经县里统计 今年云山县地区 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 287% 达18亿元 其中工业增加值 增长87%左右 农业增长120% 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18%左右 县里全年财政收入突破2.8亿 是三年前的140倍 常驻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平均翻了三倍以上 下面我宣布下团结公社新的任命 团结公社正式迁往八宝粮村 并借用村里的大队部当作临时办公地点 原公社办公室主任李国庆 担任第一副主任 原八宝粮村支部书记王平担任第二副主任 李建国同志接任王平的职位 任命为八宝粮联合村村支书 任命张根王同志成村长 同志们 经过县里火腿厂厂的核算 1979年火腿厂厂一厂二厂的营业额达到了2.4亿元 扣除各项成本 纯利润1.75亿元 按照县里的决定 将其中八成的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 明年之前将火腿厂第三厂建成 并将生产线的数量由现在的26条增加到40条 剩下可用于分红的资金为3500万 有资格参与此次分红的社员之亲一共有679人 每人可以分到15463元 请符合条件的社员钱来领取 首长 张老村里目前的分红为3000多斤粮食 现金分红人头钱1398元 火腿厂厂分红为15463元 根据印刷厂那边核算的结果 去年老张的版税为9.65万 请问怎么处理 那些粮食卷给村里的学校 给那里的师生加点餐 至于这些分红和版税 合计113361元 全部上交给组织 是 我马上去办 首长好 听说你小子发财了 我恭喜你啊 你老说笑了 发啥财呢 我们现在还在为明天的经费发愁呢 谁和你说经费的事 你们村里不是连着发了两次分红吗 好像一个人就有16000多 你们家五六口人 可是十多万块钱 这不是发财吗 你老说的是这事啊 我还以为是 你小子以为我说你们单位是吧 就急厚厚的和我哭穷 出息 没有哭穷 实话是说 你小子的嘴里哪还有句实话 别以为我老头子不知道 你小子把大量的资金下播到了二级单位 账上只留几百万 人家审计部门都把这事反映到了上面了 就知道那帮家伙没安好心 得了吧 你小子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还说人家审计部门的统治 那可是几个亿的窟窿 他们哪敢隐瞒 那上面是啥意思 你老打电话 不会是让我们把钱上交吧 我可是提前说了 那些钱已经花给项目上了 我需要不回来了 打住打住 本来上面还想再次派人下来调查一下这事 顺便敲打一下你小子 免得尾巴都快敲到天上了 敢和上面耍吸眼 但没想到你小子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这不又立了大功 首长们研究之后决定 这事就算了 不过这次的奖励也不给你了 啥大功 打弹幕那边又追加了四十亿美刀的订单 确定了 首长 嗯 已经订了 协议也已经签了 这可是大功意见啊 少说也是一个集体一等功 这说没就没了 这可欺负老实人嘛 谁让你小子瞎折腾 敢不经请示 就把近七个亿的资金下播到了各个二级单位 胆子可是真的大啊 要是人人都像你这么干的话 那不都乱套了 首长 你们要是不这么做的话 您觉得那七个亿的资金还能剩下多少 这 我们也是没办法呀 现在我们研究院是多头管理 国防部 军方以及各个部委都对我们有管辖权 一个上级部门要个几千万 我们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就剩不下几个了 你老说我们能怎么办 行了 你小子还委屈上了 但凡你们单位过年的福利品少发点 这话我也就信了 虽然首长批示对你本人不讲不乏 功过相抵 但是你们单位的其他控制 上面决定要扩大泡苗雷达的和反坦克导弹 以及歼八改战斗机的产能 你们单位的几个厂子都在增产破剑的序列当中 要做好准备 是 今天了给你打电话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小子搞出的那个何成莹在南疆战场表现非常不错 沙大木那边强烈要求我们立即派顾问团过去 帮他们整讯部队 上面已经同意了 但具体派谁过去 想听听你的意见 首长 其实这是我之前也曾考虑过 我一开始是打算让顾神华同志 带着范德镖 柳玲龙等人过去 但现在还有波斯那边 他们得到消息后 肯定也会让我们尽快派人过去的 这人手就有点不够用了 确实是不够用 因为上面在看到何成莹在南疆的表现后 也对你提出的那个何成莹产生了兴趣 准备就以赛北军区作为试点 专门搞那个何成莹 这事也得你们这边派人参与知道 咱自己家里倒是好说 有江湖政委和我在 有啥问题都能临时调整 不像是国外 一旦出去之后 就得靠他们自己了 所以 大队之人必须要谨示选择 对 上面也是这么想的 但我们毕竟对何成莹的那些同志 不是很了解 首长 我建议沙达木那边 让顾川华同志 带一个连的兵力过去 波斯那边 让柳玲龙和范德镖两位同志 也带一个连过去 剩下的则是留在国内充当种子 好 我会把你的建议上报到上面的 咱们拉了这么多东西 这是准备干啥去 带您老去京城讨债 你说你要钱就要钱 咋还拉了这么多东西回去 也不知道你是需要债 还是给人送礼 既要债也送礼 嗯 啥意思 债肯定是要讨的 毕竟军方的财购费 已经欠下近四个亿了 咱要是不要的话 还不知道要累到多少 云代表你说是不是 首长 实在是抱歉 我已经尽力在催了 但 我知道你尽力了 其实这事也不怪你 主要是咱们单位受打招风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咱们第十八研究院不缺钱 即便军方手里有钱 也不愿意给咱们结算 嗯 我看他们就是建咱单位笑意好 想赖账 赖账倒不至于 想拖个几年倒是真的 所以这个债必须讨 毕竟就算是乡下人都知道 过年要清账 这和送礼有啥关系 还搞了五十卡车 这么多东西少说也值十多万块钱 这么多钱干啥不行 非要送人 没那么多 也就是不到五万块钱而已 怎么可能 这么多东西咋可能才五万块钱不到 咋不可能 白面和包米面是寸力采购的 白面一斤一毛六钱 包米面一斤一毛二还不要票 火腿肠虽然是和线里采购的 但也是按成本价批的 一干不过几分钱 猪肉虽说贵点 但算上头皮下水 平均不过五毛钱一斤 所以这些东西确实没超过五万块钱 甭管几万块钱 哪有债主给欠债的送礼的道理 那是因为欠的少的缘故 欠一千块钱 那确实是欠债人的麻烦 要是欠一千万甚至于一个亿 那就是债主的麻烦了 军方眼下刚刚收到 傻大漠和波斯的几十亿美刀的货款 肯定是不缺钱的 他们就是不想给 不想给就能不给 欠债的道成大爷了 哪有这道理 还真别说 现在军方欠的四个亿 人家才是大爷 两老 等到了京城之后 你就将车上的这些东西 一股脑的给各部门送过去 啥也不说就离开 等过几天再去要债 保准不会空手而归 这 这能行吗 放心吧 肯定行 你不一起去吗 我就不去了 我要是去了的话 这事就不定了 为啥 因为那些手掌们都防着我呢 我要是亲自过去的话 保准这些低品 没人感受 这是我就按你说的做 不过我觉得 你这两万块钱 怕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了 那也没关系 就当是支援上级部门了 听江老说 由于军费开支超标 他们已经连续三年 过年的时候 没有发福利品了 你这次回来要待几天 咱们什么时候回老家 不知道 暂时还没有盯下来 不过你可以先 把要带的东西收拾好 我这边的事情一处理完 咱们随时能走 已经收拾好了 那你这几天 去准备点相处之前 等我处理完工作上的事 咱们去公墓那边 给张叔扫扫墓 然后再回去 行 对了 我从报纸上看到 咱们村今年每个人 分了两三千块钱 是真的吗 别人家是真的 但咱们家不是 要少点 因为没有公分吧 对 不过县里火腿长长的 分红下来了 跑到张叔的那份 咱们家还分了九万多块钱 加上之前分的 足足有十万零六百块钱 十 十万块 这么多 嗯 钱我已经全都给你拿过来了 一共二十五万 明天你就把钱存到折子上 明年开春后 就把钱都花掉 二十五万 你又和老宅那边借钱了 嗯 今年爹两那边分到三万多 大哥家分了八万多 二哥家分了三万多 三哥家分了六万多 四哥家分了六万多 加起来足足有二十六七万 他们留着这么多钱 也没啥用 还不如拿过来 替他们投资呢 也好 不过最好是跟爹通通气 免得他担心 已经说过了 你小子可算是来了 再晚点 我可是要派人去抓人了 嗯 你老师有啥事吗 这么着急 这份文件 看一下 关于第十八研究院 警卫第一应的嘉奖决定 这时人还没有回来 功劳就平下来了 这速度有点快啊 你看看有什么意见 全员晋升一级职务 战斗英雄和一等功 再进一级 其他同志的职务调整问题不大 只是让我担任省军区副司令员 是不是有点草率了 毕竟我对军事作战 只能算是越动 我认这么重要的职务 多少不太合适 再说了 前两天不是刚刚说 对我不讲不法 功过乡底吗 你小子一向如此谦虚 你要是不懂军事的话 哪来的合成营大杀四方的战绩 功过乡底的公指的是 傻大木追加订单的功劳 和你组建合成营的功劳 又没啥关系 现在合成营的将士们 都得到了嘉奖 要是没你的份的话 怕是有不少名制有意见了 谁敢有意见 还反天了 行了 你小子就别在我老头子面前演戏了 知道为什么 突然将合成营掉离战场吗 嗯 不知道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我还有点闹闷的 江副政委 他们不是打得好好的吗 咋突然就被调回来了 就是因为他们打得太好了 再打下去 可能会影响上面的战略布局 所以才不得不将他们调离战场 虽说将他们撤了下来 但上面已经看到了 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也见识到了合成营这种编制的优点 所以才有了这份文件的出现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要是没有意见的话 就按照上面的安排 该出国的出国 该晋级的晋级 至于你的那个副司令 不过是兼职 主要是为了方便你协助成才组建 并知道合成旅 再就是你们单位的级别 已经是正军级了 又是在塞北省 你这个一把手 理应在省军区挂个纸 但你的主业还是在研究院 明白 来得了一个副司令 你老说啥就是啥 再和你说个事 对于此次晋级 你心里要有一个准备 嗯 什么准备 这可能是你短期内 最后一次晋级了 最起码35岁之前 不可能再像这两年这样 一个晋的晋级提拔了 毕竟你今年虚岁 都不到30岁 希望你明白 明白 必须明白 对了 那个军事全观察第二期 我看过了 和第一期一样精彩 那个女同志表现得很不错 上面想把你们那个 战略战术研究室 连同这批人都要过来 并挂在参谋部那边 你觉得如何 我没有什么意见 不过我建议 先不要着急 等节目稳定一段时间再说 毕竟不管是人员 还是节目本身 都只是刚起步 各方面都不成熟 行 江成才 顾成华 范德彪他们应该快到火车站了 我们去接他们吧 咱们的凡打院长 可算是醒了 知道我酒当不行 非要一个劲的敬酒 不把我喝趴下 你们之事不罢休啊 首长 我有点想不通 我们明明打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把我们调回来了 我也有些想不通 再给我们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能把南侯军队的阵地打穿 届时打到他们的首都都有可能 这个结果眼上把我们调回来 实在是太可惜了 老顾 你啥意思 是不是也不理解上面的意图 我听说是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 是 但不全是这个原因 那是因为啥 因为你们打得太好了 嗯 你们都知道 我刚是要讲究战略战术的 战略看打局 战术说具体 你们只是一个赢的兵力 打得再好 那都是战术上的事情 真正影响战局的是战略决策 而你们的存在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上面的战略布局 肯定不能让你们继续在前线待下去了 这是啥意思了 三打得好 难道不是上面希望看到的吗 当然不是了 只是现在上面的战略目的 并不是战里南侯的领土为主 甚至于都不是打败他们 而是拖着他们 你们在前线打得太猛了 再打下去 敌人自以为很坚固的防线 就要被你们打崩溃了 到时候那些人一跑 上面的战略意图就泡汤了 我们的战略目标 并不是打败南侯 而是将其拖垮 拉着他们神险战争银闹 迫使其不断加大在战争方面的投入 进而逐步放弃国内建设 一点点将其拖垮 现在南侯已经感受到了 我国在北线的军事压力 但他们觉得自己还行 所以一直在不断地向战场上 投入人力物力财力 这正是我们想看到的 原来如此 我说怎么突然让我们撤兵呢 如今老顾已经是正师级 云龙和阿彪也是副师级了 这都是你们努力的结果 接下来你们可能都要出国执行任务 短子几月长子几年 我们都见不了面了 外面不必家里 一切小心为上 请遵守长教会 行 走吃饭去 什么 再喝一顿